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玩一個Minecraft的特別之地圖 這是國外製作的叫做 Blaze of the Wild 荒野之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這個有點印象呢 沒有錯就是薩爾達系列作的荒野之息 那這個遊戲在那個目前最新的任天堂 SWITCH上是一個評分最高的遊戲 那國外玩家把它製作在Minecraft中來呈現 那薩爾達系列呢這個我還沒有玩過 所以呢到底會是什麼樣的遊戲呢 我們就來直接玩玩看吧 那這個地圖的作者叫Keep trees 那就是他啦就是他 那我們會把這個地圖放在影片下方連結 有興趣也可以去玩玩看 使用的版本是最新的1.1 1.2版 那一開始這邊有一點點說明 他說你要如何烹飪 那你可以在世界上找到一些食材 這邊食材有蘑菇 然後這個很像蘿蔔 好那這是生豬肉 那要怎麼煮呢 我們要放在這種 呃有這種料理鍋的地方 然後把它們丟出去 然後就會變成 烤肉串 然後呃變成烤羊肉了 我剛剛明明就丟的是豬肉 結果現在變成烤羊肉 哈哈 OK我們得到一個烤肉串 那地圖呢基本上是 不用模組 它就是一個自製地圖 不用任何模組 所以剛剛那個特別合成方式 就是用大量的指令方塊來達成的 那這邊有一些奇怪的小精靈 那這次我們安裝了一些模組 像是顯示敵人的名詞跟血量 然後還有小地圖這類的 顯示時間這類的方便的模組 讓我們更輕鬆 呃融入這個RPG的世界 那這邊有一個滾石 這滾石可以推 然後它就會動 然後它可以拿去砸敵人 對這些都是那個 荒野之血裡面的一些遊戲的系統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Open your eyes 睜開你的眼睛 誰在呼喚我 好這邊畫面它是自動的視角 很酷喔 好到底這是哪裡 Open your eyes 這就是我們的主角 林克 好 雖然它叫做薩爾達傳說 但是主角叫做林克 那薩爾達是公主 一直被綁走的公主 好希望大家不會再搞錯了 那我們可能林克呢 不曉得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突然躺在這邊 然後 感覺是那種失去記憶的感覺 這也是哪裡 這也是哪裡 我們總會在這裡 我身上還有一個烤羊肉串 呃 這很像一個棺材復活點 欸裡面不是水耶 裡面那個不是水耶 可是它會流動的感覺 那 這邊有盔甲架 好 我們就 上面有一個東西 撿了起來 我剛拿到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 中介之岩 呃 好 它沒有特別的命名喔 這個應該是什麼模塊之類的 那 它叫我們 要放在這個上面 放上去 欸欸欸 怎麼放不上去 好 欸有有有 有了 打開密門了 這有點像一個 那個 這什麼開關 好 我們要必須把這個放在對的地方 一個控制台的感覺喔 欸那我們身上的還在耶 好 那這邊的 它就變成 不能再拿起來了 這個就不能再拿起來了 好 它其實做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這種 呃 材質的變更 那我們會看不出來它原本是什麼東西 所以是 蠻用心的一個地圖喔 那這裡有寶箱 好 這裡有 南 南瓜 然後 一個牌子 這裡還有 然後火藥 OK 來看一下 這個南瓜其實就是 克林的頭髮 怎麼那麼好笑 超不搭 金髮的鬼鬼 好 然後 欸它還有那個妖精耳朵有沒有 看到旁邊很像有一個小耳朵的感覺 好可愛喔 好 這是南瓜 那這個火藥 呃 它沒有特別的說明耶 不過它是綠寶石的袋子 看材質好了 我們這邊就是以它的材質為準 它說明可能不準 那我們這邊有得到一個 Svive 好 這是教你如何生存 那接下來我們的遊戲就會慢慢玩到 那這個沒關係 接下來就是Object 那這個呢 呃是任務說明 我們有主要任務 找到老人 然後去找神奇 奇怪的塔 找到什麼衣服 然後得到四個靈魂水晶等等等等的 這邊還有支線任務 是打敗 Stepper Taurus 好打敗一個不知道誰 然後還要收集五個靈魂 種子 Koroko 種子 OK 那這個就是說明書囉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前面還有一個寶箱 這裡有一個 呃 銀絲粉 不過它的說明是 用來收集各種的資源 好 有點像包包的東西 有點像包包 可以裝備嗎 不行 呃 包包 應該放在 對 這裡 雖然它是寫了這種六個圖示 但這裡應該是合成的地方 所以應該不是放這裡 我們放副手 好 欸有耶 你看我身上背了一個側背包 好可愛喔 側背包 好 這樣有什麼用啊 不知道 好 側背包 OK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控制台 我們應該就是 放上去 好 它會 show you the way 它會為你指示道路 有了 哇 新的路打開了 哇 好 外面還 天好亮喔 好 我們的林克 好 you are the light 我們的希望之光 那 我們該怎麼辦呢 荒野之奇的主要故事 不曉得是什麼 我沒有玩過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也可以稍微在 留言下方 告訴我們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要出門囉 好 為什麼會 一開始在這種奇怪的洞窟啊 好 那我們就 出去吧 這有兩個高耶 但是 我們會爬牆 對 在荒野之奇中 它的最大的賣點就是 自由度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可以自由的爬牆 攀爬 可以嗎 可以耶 真的可以爬牆耶 好 這邊我覺得呢 製作上應該是有隱形的梯子啦 大家看不到的隱形梯子 所以你看我可以這樣爬牆 因為這個攀爬的動作有點像梯子 所以我這樣 各種高度都可以過去耶 好 這邊就可以直接爬到後山耶 欸 不能爬了嗎 可以可以 我們就爬到後山耶 哇 這裡是雪地 好這邊是雪地 但是現在不能過去 因為說明書裡面有說就是後面太冷了 我們不能過去雪山 哇這邊好酷的 大大的建築物喔 很像一個教堂 禮拜堂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找到老人家 看來在這邊 這個看起來就是老人 我們去找他 好 那 欸 我們應該還是會摔死吧 荒野之騎是不是也是會摔死 我們應該是會摔死的 我們慢慢的往下爬 好 我們這樣 慢慢的 靠著牆 就可以安全的下來了 這邊呢 有一個 碎石 OK 這邊可以撿 好地上的東西都可以撿 那這邊有樹枝 我們撿 欸 他說其實都是放在這個盔甲座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撿起來 那 下面有一個 有一個洞嗎 欸 這裡的石頭怎麼長得不太一樣 這個石頭 好像可以 炸開嗎 唉唷 感覺是有各種秘密耶 因為薩達圖應該就是很多秘密的東西 然後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盔甲樹枝 那這個比較麻煩的是我們必須要空手去撿它 如果你身上手上拿的東西就沒辦法撿 所以我們要空手 阿蘑菇我可以撿嗎 蘑菇 不行 哦 呃 可能要有工具吧 蘑菇 撿不起來 好 那這邊有一顆石頭 推推看 我推 哦滾動了 欸 它要滾去哪裡 好酷哦 好 它要滾去哪裡 欸欸欸 繞開了 這一個 不自然的滾動 好 好 停 欸好像停住了 奇妙的石頭 那這邊有 蘋果樹耶 打不掉 我們應該是有 呃 冒險者模式 所以沒辦法拆除任何的方塊 那這邊有老人家 有一顆蘋果 先撿起來 有了 好 那 Please enjoy 好 這邊有一個火堆 咦 噢 它是甚麼 我 我又碰到它了 然後進入對話模式了 好 Seal Follow 它那個字幕也太快了吧 好 反正我們應該就是要 幫它吧 它只是一個陌生的老人家 Lots O 好 在這種遊戲中 這種老人家 路邊老人家 其實就是上一代的勇者 有沒有 退休之後 在路邊 變成一個老人家 那 敵人的 王國在那邊 然後那邊有一個Temple 神廟 欸 怎麼天黑的這麼快 好 它 跟我說一點故事 但是這個字幕太快了 OK 那天黑了耶 跟它講個話天就黑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 看一下喔 這邊火堆它說 呃 按右鍵去 呃 渡過時間 好 Checkpoint OK 這就是紀錄點 這邊的火堆就是我們的 床 就是紀錄點 然後可以直接到達白天 好 是這樣的一個功能作用 好 那把身上的東西整理一下 木棒 蘋果 餅乾 好 這是蘋果是餅乾 那 前面有一個斧頭耶 可以拿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斧頭呢 呃 可以砍樹 可以砍樹 不敢砍啊 欸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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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喔喔喔喔 喔 得到木頭了 好 當然木頭的材質不一樣耶 橡木原木 OK 我現在可以砍樹了 酷耶 好 還可以砍這個葉子 欸 會有 橡果 這應該是種子吧 好 得到橡果 葉子倒是不能砍 好 這邊還有這個 我們就多收集一點這個材料 我撿 那撿要有一個角度 不好撿 那木材 我需要 這麼多木材嗎 砍樹砍樹 砍砍砍 OK 有有有 那我們就把它砍掉吧 收集一下 那樹葉倒是打不掉 但是我們把木頭砍掉它樹葉會自己掉 酷喔 這邊就把它砍掉砍掉 OKOK 樹葉全掉光了 然後 欸 有掉葉子耶 欸 有蘋果耶 哇 蘋果 好 這個真是真的蘋果 這個好像是 壞掉的蘋果 所以 變成餅乾 那 好多東西喔 好 這邊其實空 手上空一點好了 那我們這個側背包 到底有什麼用啊 那我們就剛剛看到那個底下有一個奇怪的 顏色的石頭 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 怎麼打 這裡 看不出來是什麼 欸 喔 之前有火藥耶 會不會是用炸的 我丟 欸 不行 不是用炸的嗎 火藥 火藥 沒有用 其實它應該是綠寶石袋吧 應該是錢袋 啊 這個 我要怎麼 怪怪的耶 還是我要拿到什麼炸彈 好 可能之後才來的吧 這一定是一個秘密的地方啊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辦法 好 那我們先 稍微探索一下 剪一下材料 喔 這邊有野豬 好 小豬耶 我們現在用斧頭嗎 欸 哇 一個秒殺 一個暴擊 好 我們得到了生豬肉了 那我們要煮料理的話 好像要到那個 一開始那個 那個 鍋子 有一個那種廚房的鍋子才能 那我們現在 應該是特定的地方才能有那個鍋子 欸 那邊好像有一個洞耶 是洞嗎 不是不是 好像不是 欸 好像是耶 我們爬上去看看 看起來就很可疑 好 應該是找到秘密地點囉 它一定會藏很多秘密地方 有嗎 欸 有耶 這是什麼東西 我 欸 我要怎麼用 欸 這是什麼 欸 不能撿 沒有說明 欸 欸 卡住了 我過不去 好 欸 這到底是什麼啊 沒東西了 欸 都看不懂 這是靈魂水晶嗎 我怎麼撿不起來 還是我要有特別的東西 終界之眼 沒辦法用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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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掉 打不掉 還是我還不能來 好 欸 難得找到一個奇怪的東西耶 還是 我看一下 我這個包包 包包有沒有用啊 拿包包 丟出去 沒有用 不行不行 到底要怎麼用呢 好吧 看來我們目前還沒辦法來 我們之後再來看看 好 那我們就 小心翼翼的下去吧 喔呦 差點跌到 好 因為我們這個血量只有三格喔 所以血很少 很危險 那 接下來 數字好多喔 這個數量應該是有限的 因為它不會再恢復了 因為它是用盔甲架放出來的 唉唷 到了一個 精靈之聲 這是什麼 炸謀嗎 欸 撿不起來 欸 是一個炸謀 好 欸 等一下 前面 前面有敵人耶 好 這個是殭屍 有敵人耶 OK 這邊還有小豬耶 殭屍耶 怎麼打 我們現在也只有斧頭了耶 喔 喔 進入戰鬥音樂 欸咻 它走路怎麼有點 慢慢的 一個秒殺 好 這個斧頭應該蠻痛的 那這邊有小豬 我們收集一點食物好了 就還沒死耶 木棒 OK 直接敲屍了 好喔 那 還有什麼 這邊有一堆石頭堆 然後 欸 這裡有一個 唉唷 這是什麼 有一個洞 這邊有一個 這裡是哪裡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唉唷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哇 很像 欸 有一個桶子耶 這是什麼桶子 好 我跳 欸 可以 跳過來了 跳過來了 這裡是什麼 欸 有寶箱 但是裡面好像有一個 比較強的殭屍耶 它血量好多喔 怎麼辦 我們打得贏嗎 我們打得贏嗎 好像只有一隻 那還好 我們揍它 哇 8滴 欸 其實好像還蠻好打的 蠻好打的 蠻好打的 欸咻 解決了 解決了 哇 它掉樁耶 哇 這什麼東西 掉樁耶 好 先開寶箱 File 火 火把 火焰 火焰什麼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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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戰鬥音樂 欸 旁邊還有 卡在牆邊 卡在牆邊 哇 它拿著 長矛耶 哇 我砍 解決 解決了 好 掉了一根 它的長矛 好 這邊有金劍 然後 長矛是木蟬 好 當作武器 然後有一個盾牌耶 OK 我們現在有盾牌可以裝了 這個是腐肉 好 是它們的屍體 撿了它們的屍體 然後這個火焰弱 Fire弱 這什麼東西啊 火把 火把 欸 喔 會燒起來捏 欸 這是 火焰魔杖喔 會燒起來耶 嗚嗚嗚 我按左鍵會燒起來耶 嗚嗚 然後我自己本身會有看火的效果 按一下右鍵 右鍵 喔 有火焰魔法 喔 燒起來燒起來 等一下 森林大火 等一下 按下右鍵 它的耐久就消耗1了 所以它原本 應該是打火石啦 我猜 然後按右鍵會有一個 直牌的火焰魔法 往前燃燒 好酷喔 好 我得到一個火焰魔杖 欸 這邊有火堆耶 火堆 這個要 可以撿嗎 欸 這個火堆 要怎麼生火 我看一下喔 用火把呢 這個 點不起來 點不起來 我看一下要把 碎石跟 木材 丟出去 欸 有了 欸 有了 火堆 完成了 啊 這個已經是洗掉了 洗掉就沒有用了 好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記錄 OK 一樣 對對對 可以記錄 欸 現在是往上耶 再睡一次 再 再按一次 OK 白天 白天 我們還是白天在行走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新的記錄點了 那它說明其實還有把木棒 樹枝拿來引火的樣子喔 可以把它燒起來嗎 You have item get fire 有嗎 它是我的東西 著火 有嗎 有嗎 應該是讓木質引出火來吧 變火把 欸 燒不起來 欸 有有有 欸 有欸 有欸 欸 燒起來了燒起來了 變成烈焰桿了 有欸 火把 OK 帥喔 可以 喔 一樣可以拿來燒草 好 欸 它速度好像比較慢 我現在又 又得到了另外一個火把了 好 所以就是 拿來燒的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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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火呢 我們熄滅不了啊 這個火我們可以燒 但是熄滅不了 糟糕 真的會變森林大火耶 你看那邊還在燒 欸 那邊有殭屍都生出來了 我們去揍它好了 欸 它怎麼好像都不會扣血啊 喔 這個火焰杖可以 欸 可以敲人耶 2滴 然後會燃燒耶 我敲 我敲 會燃燒耶 可是好像不會扣血 這邊的殭屍怎麼都不會燒起來 火焰杖好像有點弱耶 有點弱耶 我看一下金劍 欸 砍一下就壞了 木蠶 木蠶的話 攻擊感覺很低耶 欸 爬上來了 爬上來了 木蠶攻擊只有1 有3 有3 哇 我被敲到 喔 欸 我被打一下就快死了 欸 這危險呢 我們 血量也太少了吧 好 他們身上其實都有武器 解決 解決了 好 它這移動速度有點 抓不到 到 它的那個距離 好 解決了 解決了 得到兩個木蠶 喔 快死了耶 快死掉了耶 這邊的木蠶是木劍 欸 太好了 那 我們這邊 把它合成起來 因為這個耐久可以疊加在一起 好 所以 欸 欸 我的火把其實熄掉了耶 欸 它只能用一陣子喔 因為火把是有時間的 好 一下就熄掉了 那 怎麼辦 我現在 能回血嗎 我看一下喔 我現在肚子餓了 吃一點 餅乾 跟蘋果之類的 有嗎 欸 有 有補充了 飽食度 補充補充 但是 好像 沒辦法回血對不對 吃點烤羊肉 喔 超飽 欸 我應該吃到全飽了吧 但是好像真的 沒辦法回血耶 糟糕 好 那 怎麼辦呢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石頭柱 這能不能爬 欸 可以喔 可以喔 上面就很可以啊 有東西嗎 沒有 好 這邊有那個蘑菇樹耶 蘑菇的那種樹叢 這個我到底能不能撿啊 欸 欸 欸 可以了 喔 真的要用這個背包耶 喔 用背包才行耶 喔 原來是這樣 可以撿蘑菇了 好 真要拿這個 蒐集各種食材用的包包 就可以直接收到 收到這個蘑菇 原來是這樣 樹葉不能打 又來蒐集一下食材 這邊有小豬 再來 打小豬 小豬 欸 得到肉了 好喔 喔 前面 前面有肉耶 是那個 美味肉 大塊的肉耶 喔 敵人也太多了吧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有弓箭手耶 他有在瞄準我嗎 喔 有在射箭喔 欸 我敲他一下 欸 解決解決了 喔 安全安全 接下來是殭屍 我這邊剩半格血 太危險了吧 嘿咻 穩定打 穩定打 穩穩打 我現在只有 木箭 OKOK 還有一隻 這個 血量都很多耶 好 這邊應該是守護的什麼好寶箱喔 穩穩打 穩穩打 OKOK 喔 屍體 屍體 OKOK 沒怪了吧 上面的寶箱 跑上來了 這邊寶箱 欸 有烤羊肉 然後各種 碎石跟 蘑菇 蘑菇這麼多 有什麼用咧 啊 這邊有肉 欸 撿不到耶 我到底要點哪裡 可以撿嗎 欸 可以可以撿到 牛排 好 它有一個方向性 牛排耶 讚喔 好 這邊還有一個罐子 欸 這個罐子是殭屍耶 它寫殭屍 欸 喔 可以打碎 喔 是那種 那個 路邊的那種陶罐可以打碎 裡面有東西 好酷喔 做得好細喔 哇 那這邊又是一個好大的新地方了 我應該 應該這樣跑嗎 那個 奇怪的塔 不知道在哪邊 好 我們的主線任務呢 說好主線任務 但是我們現在是 荒野之息 自爺 自由行動 想去哪裡都可以喔 哎呦 這什麼 史萊姆嗎 欸 看名稱也是殭屍 可是 什麼 攤來攤去的 在幹嘛發呆 好 得到藍藍的東西 哇 這邊 哇 晚上了是不是 所以開始生怪了耶 嘿咻 它什麼都沒有 嘿 我砍 我砍 解決了 打怪也沒有經驗值耶 它打怪也好像沒什麼好處 欸 這邊好像有一 欸 時鐘劍耶 那邊怎麼插著一個時鐘劍 喔 好暗好暗 等一下我們要生火 生火 生火 好 然後趕快 睡覺 睡覺 有了 有白天了 記錄點 OK 我們有記錄點應該就安全了吧 死掉不曉得會不會掉落什麼東西 好 時鐘劍耶 然後 看一下喔 這邊是水 水面這好像石人魚喔 OK 來囉 我們要去拿那個時鐘劍了 我跳 嗚呼 進水 進水 然後趕快爬爬爬 爬爬爬 爬 有了 有了 上來了 上來了 時鐘劍 我們把它撿起來看看 撿 有了 哇 這個耐久好高喔 可是它是金劍耶 金劍的話 耐久應該是蠻低的 他說這把武器是 有一個非常熟練的軍人所使用的武器 可以破壞草 那接下來 欸 你看那邊石頭又怪怪的耶 這邊石頭我們到底要怎麼破壞啊 去看一下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可以破壞它了 鏟子 沒有用 金劍 沒有用 物件 斧頭 火棒棒 沒有用 那 銀石粉 包包 沒有用 OK 不曉得怎麼去拿什麼炸彈之類的 那這邊 喔 這邊已經到Temple of Time 這個好像是我們任務最後才要來耶 稍微逛逛 欸 敵人出現了 大白天的還是有敵人耶 看一下喔 拿著這個 長矛的 我敲 我敲 好想要跳砍 但是這個距離 抓不太到 它是用模型 下面有怪 這裡的怪也太多了吧 怪也太多了吧 先來看一下這邊的機器人 這什麼 有一個很像 齒輪的東西 盔甲架 OK 撿了 它是碎片 這些機器人的一些齒輪碎片 多喔 這些機器人不知道什麼 哎唷 不一樣的耶 撿撿撿 那 哇 這邊的路也太多路了吧 真的是開放世界 我現在應該去哪裡呢 然後我們就 默默地爬到神殿上來了 又有怪 我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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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集嗎 不行 然後這裡有殭屍罐 罐罐 把它敲掉 我敲 怎麼敲不掉 木產的攻擊太弱 還敲不掉耶 哇 各種寶物 沒有得到綠寶石耶 我敲 我敲 喔 有有有 還有一個寶箱 弓箭 強力一 讚喔 現在要遠攻了 綠寶石 綠寶石跟 這些火藥 綠寶石 诶 好 綠寶石應該就是錢了吧 這裡一個腳伸得進來 好酷 OK 陽光灑落在這個 廢氣的教堂裡面 那我們現在 該何去何從呢 有沒有什麼秘密通道呢 好 我們現在這 現在留下了好多謎題喔 像那個石頭包怎麼炸開啦 然後 料理 料理鍋包在哪邊 那我們現在的那個神秘塔 又在哪裡 好 我們這一集差不多就先玩到這邊好了 齒輪 撿起來 目前玩起來這個地圖真的是非常的特別很厲害 那真的是 撒爾達的世界 超酷 那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地圖呢 那大家如果也想看我繼續玩下去的話呢 那別忘了在下方按下喜歡 好 累計666個讚 我們就繼續連載下去好了 這地圖也許會蠻長的 不曉得不曉得 那 感覺世界那麼大 不曉得會玩多久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玩下去 所以別忘了 每個人的喜歡都很重要喔 好啦 那我們的 撒爾達荒野之息 In Minecraft 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